林妙可奥运假唱 林妙可也承受了很多,包括她的假唱,包括她母亲对她的包装,而在回应当时林妙可假唱时,十年之后的张艺谋开始说出其中的缘由,本来就是让林妙可唱,我们都录了,本来唱的也可以,就音准差一点。 张艺谋说,可是,我们这个技术团队,一定要换声音,我就去问国际转播团队,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情境表演,有56个民族儿童等等,所以没问题。 林妙可奥运假唱事件被曝光后,在很长一段时间,张艺谋特别自责,我坚持一下也许就没事了,我当时遗憾的就是让大家呆了。 不是,看着张艺谋的自责,有网人有也很理解当时的林妙可,毕竟那么大的舞台,真不是她能做主的,她当时那么小,跟孩子有啥关系,还不是大人要怎么演就怎么演,全世界面前,孩子很大方很勇敢了,其实林妙可也没有做错什么。 大家没必要这样,但这有可能就是娱乐圈吧,当时我就不明白为啥要骂她,简直莫名其妙,而且我也不觉得张艺谋有啥错。 这本来就是一场大型的全世界的演出活动,为了保证最好的效果,我觉得这样做也无可厚非,我觉得最大的不是你们跟林妙可提前说明,后来也不公开说明,道歉。 让她一个小女生背负了这么多年,她那时候已经八九岁了吧,懂事了的,为什么大人们总认为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,自己随心所欲呢? 总之很多人都觉得林妙可当时只是个孩子却要背负那么多,就因为这是好多人骂了林妙可十年,让一个孩子承受了那么多辱卖,只是有人觉得林妙可一直被骂了十年。 不只是因为奥运的假唱,毕竟奥运起码在过去四年之后,很多人开始关心下一届奥运,上一届就开始变冷。 而林妙可一直没马,很多人还是觉得和她妈妈有很大关系,林妙可不单单是这件事,当初拍戏摇头晃脑说了不听。 她妈妈当经纪人,老想把孩子包装成艺术家的样子,林妙可因为奥运一夜爆红之后,开始被她妈妈带着不断的参加上演和上娱乐节目。 而且在她妈妈的影响之下,很早在她身上就已经看不到童真,参加高考时的林妙可已经成年了,童年时都很难看见童真的林妙可在高考前后接受采访,却还要呈现一副孩子般的状态。 这样的状态很多人都难以理解,包括她的穿着打扮,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都是一言难尽,好在大学之后的林妙可被指离开母亲之后低调了很多衣品也上来了。 想来就林妙可来说一,只都在为成年人的错杯过,包括奥运假唱和她母亲,而就整件事来说,林妙可假唱虽然是承受了很多的貌生, 但是她起码也弄了个家律户晓,最不公平的就是那么幕后唱歌的女孩子,当时有人说她也很可爱,只不过是因为坏牙只能走到幕后,这点有人也觉得很讽刺。 孩子们其实童真就说最美的,但是只要两孩子开始接受娱乐圈看脸的事实,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年,张艺谋就会出来说话对两孩子都于事无补, 林妙可承受的多得到一样也多,可惜的是幕后的那个女孩子,一直在被忽视眉淹没,虽然如今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姑娘,只是她的名字,怎么有林妙可这个名字强热呢? 或者林妙可的经历也是她今后混娱乐圈的财富,那么小就承受了那么多,今后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? 内就一颗强大的心发也算是种成功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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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